上禮拜那个日期时间函数最好两个函数还没有带到 那net指的是近 近多少workday s是天 几天的意思 所以会有加s是回来可能会是一个天数 是一个负数 那另外一个workday为什么没有加s 就是意思就是说哪一天的意思 也就算公时嘛 要不就是总共有几天 要不就是哪一天 如果说呢你回来的是要几天的话 那你就workday死 如果是哪一天的话呢 那你就workday 实际上它这个地方其实还蛮 我是觉得它还蛮有它的那个逻辑性的 所以有时候你在了解那个 以身有里面的函数的时候 其实不用死贝啦 我觉得它都有一些有机可循 第一个就是它的名称 命名方 但不可能用中文命名 不过其实当然 以前是有人想过说 是不是可以用中文的命名 不过其实这变成说 小众 人数没那么多啦 所以最后 大概就是用英文 像程式撰写是一样 以前也有人说 为什么不能用中文来 来撰写 其实也可以啊 只是说中文撰写程式的话 毕竟也是小众 所以最后干脆用英文来撰写 不过其实你就理解它嘛 那你就知道说该怎么用 所以第一个 Nets就是指的是多少天哪一天 OK 那所以逻辑上呢 其实都差异性不大 那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把游标放这里 其实按一下那个插入函数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一样找到那个日期时间函数 一样找到N开头的 所以这边有个叫Network Day 好加S 那实际上啊 大家了解函数啦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把那个 它里面看到到底跟你要什么 其实我前面一直强调说 即便你这个函数没用过啦 你大概就可以从底下这边可以看到 它大概可以跟你要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什么呢 Start Day 意思是说从哪一天开始嘛 其实顾名思义 第二个的End Day 哪一天结束 所以一定会有一个开头 一个结束 逗点第三个Holidays 那Holidays呢 顾名思义嘛 就是说呢 除了说 特别注意哦 它这个算工时 一律哦 不会把礼拜六礼拜天算进来 因为很早以前 其实国外就是已经周休二日了 那意思是说礼拜六礼拜天 它不会帮你算进来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所谓的Holidays 比较如果以台湾这边来看 应该就是所谓的国定假日 其实也不一定是国定假日 你如果说那一天 你们计算的公司是休假的话 那你也可以把它加进到Holidays 意思是说 除了礼拜六 这个Holidays是除了礼拜六礼拜天之外 的其他休假日 包含就是说你们公司 可能那个时候 没有上班的那一天 都应该把它算进来 所以特别注意 按确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给它什么 第一个 从这一天好了 2015年的1月1号 End Day的话呢 假设到今天 2017年的3月1号 Holiday 特别之后Holiday 这个是所谓的选项 就是说你可以给也可以不给 如果不给的话呢 它就只是扣礼拜六礼拜天 如果说你给的话呢 它会把除了礼拜六礼拜天之外的天数 那不过特别注意 它需要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范围 所以你这个时候 假设这个范围 你把它选起来 那它会把这些范围里面的天数 通通帮你扣掉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Holiday 那个日期本身 就已经是礼拜六礼拜天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不用加进来 为什么 因为已经扣掉了 你再加进来等于多了 所以礼拜六礼拜 已经是礼拜六礼拜天 那你就基本上 就不用加 那除非是补价 比如说像那个228年假 好像有一个补价 然后那礼拜等于补价 不过你补价的话 那你就要算是227 228 那如果是那个前面225 226 前两天已经礼拜六礼拜 你不用加 你加了等于其实没有作用 为什么 因为它礼拜六礼拜天本来就扣掉 所以加进来的话 它也不会扣掉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它会帮你算出 从这一天到这一天 扣掉底下这些天数 还有礼拜六礼拜天 总共的公时 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总共有几天按确定 它会回来的是一个总天数 好 562天 那所以顾名思义啦 NAT 近 近 有没有NAT 近 Workday 你会发现一定有S 因为它这个是什么 多少天 那底下 类似的 Workday Workday 你会发现它没有S 为什么 因为它就只会有一天 意思就是说 这个蛮接近的 我们切过来看一下 它的概念呢 跟刚刚有点类似 但是不太一样 刚刚是一个开头的日子 一个是结束 可是喔 Workday的话呢 跟你要的是几天啊 刚好颠倒 有没有 那一样会有Hallad 所以如果你用Workday的话呢 你可以插入函数 里面呢 往下拉 拉到底下这边有Workday 那一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会跟你要Start day 哪一天开始 第二个参数不一样 刚刚那个是 哪一天结束 End day嘛 不过这里的话叫Days 那你要算的是 几天之后 特别之后 几天 它会自动帮你一样 扣掉 礼拜六 礼拜天 OK 所以我们120天 可是我120天之后 哪一天我不知道 你总不可能 在 就是直接拿 那个月曆啊 或者是说 你这边 慢慢慢慢去算 那这样当然会浪费 而且非常容易算错 这个时候 当然你可以用Workday 来算 那特别是Holiday一样 也就是如果除了礼拜六 礼拜天之外 还有没有要扣掉的那几天 那你可以怎么样 一样把它选起来 这些天呢 我要把它扣掉 记得一样礼拜六礼拜天 你就不用再加进了 按确定之后 它就会告诉你 哪一天是最后的交款的日期 OK 所以利用那个 Next Workday是算什么 总共的那个天数 Workday是哪一天 所以这两个其实 当然交互的使用 因为 看你最后要的是 总共的天数 还是说哪一天 其实关键的地方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工作日 指的就是 不包含礼拜六礼拜天 好 第一个 第二个是 不包含底下的国定假日 所以呢 如果说将来 你要去算正确 那你自己要去把国定 就是说呢 你要扣掉那些 国定假日 这个你要把它列出来 那列出来的清单 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列在某个范围 将来选举就可以 记得一定还是要用日期的格式 你不能用其他格式 否则的话 它会没办法抓到 那这里的话呢 我想把画面先还给 可是上礼拜最后 我们有两个漏掉的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 请各位再开启 如果 这两个做完之后 请各位再开启 那个数学函数 数学函数里面的 这个数学函数的 这个范例 把它打开来 里面的话呢 待会我们再来看 有Sum Sum If 另外常用的像 Count Count If 或者还有几题 综合练习题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我先试一下 可以 嗯